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张艺炫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台湾的民主运动刚好从地下扶到地上 也从戒严走上的解决 因为我的家庭其实跟 当时的真主民主的义愤走得很近 所以我其实很习惯穿梭在 两个分裂的不同世界 在学校就很 拥护官方说法 在家里的气氛就是比较反抗的 特别支持台湾的本土政治 并且会批判中国的文化霸权 对当时的成人来说 那段过去其实是既恐怖又悲伤 后来就是我对政治就有一个态度 就是觉得可以认真对待 但是呢也不妨开玩笑 不过一直到永别书 我才把这种古怪童年的建文 化成文学的养分 永别书除了检视民主运动性创伤 以阔性 还有一个明确的跳跃 就是直接挑战当代思想中立足的记忆 因为小说中揭发的事情太过害人 所以出版的时候 书封还标示了人类不已 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都不觉得自己是人类 这本书的读者其实超过我想象很多 也引起了很大的混响 但我觉得这是因为对不同身份的族群而言 记忆与认同的辩论其实尚未终结 书中触及的国族主义的必要性 限制性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最早会获得文学长的小说 写的是《乱伦与家内性情》 然后好像还嫌禁忌不够多次的 我的另一个处理的面向其实是 女同志的成长艰难 不过在《心意四史》这本书里面 处理的是比女同志更广泛的 就是弱势者与性与言的关系 至于我个人 其实我是对恋爱最感兴趣 因为我常常觉得 恋爱是比政治还政治最秘密的抵抗 那爱的不久时就是这种哲学的代表